2月26日张艺兴在上海出席某红炭活动 绵羊星一身黑西装亮相散发着一股绅士气度 现场荣获年度全能艺人奖 这个奖对她来说也是实至名归 虽然张艺兴一直被公认为采访界的泥石流 今天的小绵羊可是实时传递着正能量 有记者问道保持全能艺人是否会很累 张艺兴诚恳地回答道 好先生中的小菜老酒门中奋力追爱的二月花 都让她演得入目三分 从人尽皆知的呆蒙绵羊星到二爷称号 见证了张艺兴的一路成长 作为娱乐圈三观皆证的好青年 绵羊星每时每刻都在向我们证明她的刻苦努力 对于这次的全能艺人称号 张艺兴表示以后会继续努力 对得起演员这个称号 因为我们还在认识的会议 我忘了一把出手说 我们自己自己能拿到 所以人籍的称号 就在现场的电视环境 所以希望能够动力努力 就是她当天能拿到 我们这样的一个称号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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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